孟华路已经播完了 很多朋友估计已经尝试过点茶了 我媳妇也缠着让我给她买一套工具 她想试试点茶 这个工具买来之后 她用她自己的抹茶试了一下 玩了一分钟就没劲了 觉得没意思 那个茶也不好喝 然后她就觉得用抹茶不正宗 想霍霍我的白茶 想得美啊 你做梦了吗 那么今天借着她的这套工具 我也来吐槽一下啊 哎呀 这套工具就在这儿啊 花了我200多块钱啊 她就玩了几分钟 这是盏头啊 咱没什么可说的啊 这个碗建盏的 不知道很多啊 去外面去体验这个点茶的朋友 拿到的是不是这种建盏的碗啊 也有其他颜色 比如黑色 还有别的其他的气形啊 大体就都这样 应该没有朋友会遇到用日式碗的吧 用日式碗来做这个送的检查 的确实 有点太不专业了啊 日式碗和这种碗最大的区别 日式碗的这个度更大一点啊 它下面更平坦 当初呢也是这个千秋莉啊 日本的茶盛 它是为了配合他们自己 所改进的这种茶显啊 就这个东西 配合这种茶显呢 所改良的这种气形 那么关于茶显呢 我之前有一期呢已经说过啊 像这种双层结构呢 其实是日式的结构啊 它不是宋朝的结构啊 宋朝的北宋时期是一种扁平的结构啊 南宋是这种圆形分须结构啊 即使这个点茶已经火了有一段时间了 依然没有人把当初南宋的这种茶显做出来 还都是用这种日式的茶显啊 当然这种点茶本身就火了一段时间 对吧 谁也没这个时间精力去重新给它去研发去炒股啊 都是挣快钱 大家都是一拨疯呢 去挣这一拨快钱热钱 没有人呢去给你做这些扎实的工作的 即使是我手上这么简单的这么一个日式的主写啊 当初我看的是咱们浙江这边啊 浙江这边它依然是花了十几年 用了两代人十几年的时间啊 大概十四年的时间才能够真正的做出 达到日方标准要求的这个主写 可见现在如果他们去复原当初的这个宋代主写的话 等复原出来啊 这会劲儿都过去了 这个钱也就别人都挣完了 对吧 所以没有人做这种基础工作 大家呢都是在着急挣钱 但是挣钱啊 这你也得有点顶线对吧 前段时间呢有个朋友跟我说 他们那边有这么一个点查的这个体验活动啊 当时来了一个据说是查学的一个博士啊 还是什么这个宋代检查的非遗传承人 宋代检查都断了好几百年呢 哪来的传承啊 全都跟人日本学的 你说啊即使是博士啊 对于这个菜香的查录里面的这个原文啊 有些通假字他依然是不认识的 比如这个一前池啊 一前池这是查池的池 它是通假字 这是取查的用量对吧 大概宋朝的歌 和到现在是四克左右 四克左右 他就给理解成了一前七 以为是别人写错了啊 一前七 那一前七的话 基本上是要精确到小数点后面两位啊 即使是我们评查 去用这个克农秤来取的话 也就是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吧 你一前七的话要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就很扯对吧 所以这个字不认识 实在太令我意外了 所以奉劝很多这个挣热钱 挣快钱的朋友啊 你们这个 基本功还是要扎实一点的啊 你往大了说 你这是传播错误的理念 传播错误的知识 往小了说 万一你让人拆穿了 这不耽误你自己挣钱啊 他的这个配套工具里面呢 还有这么一个 这叫查泽 应该叫查泽啊 那在日语里面是一个木字边 加一个勺子 勺子勺的这么一个字 其实就是个取查用具啊 这个弯曲的形状 跟我上次说的这个差不多啊 这应该是咱们中式的啊 你看非常接近啊 唯独就是这个弧度呢 稍微更立一点啊 日本的这个茶道呢 他取用的用这个基本就是两勺啊 两克 然后我们如果你是用宋代点茶 尤其他要调高 还要分多次去注水的话 那你这两勺是不够的啊 那么刚才所说的菜香所写的那个 用量是一钱池 那就是四克多 那和这个就得三到四勺对吧 你用这个如果快两勺那就不对了 我就不吐槽你体验宋代的点茶 竟然用日本的茶勺的问题了啊 这个质识看到没有中间是有结的 这个质识呢是由日本的茶圣千修丽 所定下来的啊 他是给这个茶勺定型的啊 把这个材质改成竹子的 我上次说了啊 是春天珠光 那一开始的时候呢 这个茶勺他们的这个材质 基本都是象牙的啊 但是象牙呢碰到各种器材呢 它有声音 它改成竹子之后呢 不会有那个叮叮当当的声音 同时呢这个成本也会小很多啊 毕竟象牙对于他们来说太贵了 在咱们宋代的话 如果是去茶用的这种茶勺的话 基本上都是金属的啊 金属为多什么金 银 铜 铁 刚才说象牙等一些都会 马脑啊包括带帽啊 有贝壳类的这些啊很多啊 你们去看那个茶经里面也写了这些 我这里就不多说了 好了有关于这套点茶的工具呢 我就吐槽这么多啊 真是可怜了我们自己的文化啊 到最后只能剪人家日本的 我之后呢会分享一个日本茶道的一个视频啊 会把整个这个流程从在门外等候到进去 然后各种的规范动作的这种解说的这种视频 我今天分享给大家啊 你们就知道我为什么会说 国内这些活动没有文化了